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明虫看剧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恶魔法官大结局 上集我们说到,耀翰被警察带走 侄女见状,崩溃大哭 贾文对他坦诚是自己被骗的团团转 还报警说耀翰杀了袖贤 所以耀翰才会被带走 贾文承诺自己一定会弥补错误 证明耀翰的清白 在安抚侄女睡下后 贾文开始四处奔走 想要揭露出善雅的阴谋救出耀翰 他找到警察 但对方早已接到上级传达的指令 无论贾文说什么都是敷衍了事 甚至还威胁贾文 现在国家处于紧急战事状态 如果有媒体随意曝光政府不承认的新闻 都属于犯罪 随着耀翰若玉 他以教唆杀害秀贤的新闻 也在社会上传开 明法官下一个打压目标便是法院的大法官 他以当年耀翰是他任命为由 逼迫大法官辞职 从而让自己接任这个职位 原来这个计划从很早之前 就已经开始布局 在加温的毕业会上 善雅就在一旁静静地观察他们 也正是他主动找到民法官 承诺财团会扶持 让他当上大法官 所以得让他先安排 一个人在耀翰身边当作棋子 以扳倒耀翰为突破口 进而掌握整个大法院 而秀贤的死也是民法官不散圈套 他坦言 没想到善雅居然真的会让人杀死他 但是成就历史总是要有牺牲 民法官并不愧对自己的决定 他的伪善让加温怒不可遏 扑上去与民法官撕打 却被保安赶出门外 自从善雅射箭抓走要汉 使他名誉扫地后 前权三人组对善雅的敬重程度 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峰 只要善雅出现 便是热衷的迎接和奉承 先前还显得不可一世总统 也化身点烟小弟 地位骤奖 面对财阀的羞辱也毫无怨言 只是这番无比配合的服软 反而让善雅觉得可疑 他让人私下去调查总统的动向 是否在背地里做一些小动作 而加温为了拯救要汉 只好找到同盟中那名律师帮忙 但经过加温的背叛 律师对他始终还是有所防备 但是情况太紧急 两人还是暂时结盟 加温提出此刻需要爆出一个更大的丑闻 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他的目标便是梦想社区里的难民收容所 按照总统想要消灭平民阶层的梦想 那个地方的景象应该非常凄惨衰败 只要对此进行曝光 一定能引起民众的愤怒 但律师坦言 且不说梦想社区有军人把守不易进入 就算加温真的在里面拍到了有价值的线索 眼下政府已经控制住了所有传媒通道 加温无法发声 对此加温另有计策 他拜托律师帮他找到一样东西 加温穿着防护服 藏在隐乡之中混入了梦想社区 私下无人摔他走了出来 发现这个地方竟是一个秘密研究所 那些被强行抓来的难民 都被当成了人体实验的样本 震惊之余 加温拿出摄像头 谨慎地拍摄下这里的画面 这时总统带着财阀们来到这里视察 原来总统接下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医疗实验订单 研发测验各种疫苗 在难民死后 他们的器官也会被悉数摘除 流向世界范围内的器官黑时 总统毫无人权地将每个难民的最后价值榨干取计 加温看着那些被践踏的生命 成就了权力者们的笑声 不禁觉得这里才是一片真实的地狱 视察后 总统承邀财阀们入局 一起赚更多的钱 巨大的金钱诱惑下 财阀们果断抛弃了善哑 总统趁势提出 借此机会除掉他和监狱中的药汉 以绝后患 加温在研究所中发现了同盟中 那个执政车部长儿子的女孩 他居然也被抓进这里 加温决定将他救出 他借口需要进行检查 把女孩的病床推走 期间他的动作引来一位护士注意 他神色警惕地尾随加温 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护士居然认出了他 他协助加温把女孩装成尸体 送上开往外部的货车 原来他是被总统强行抓来的医务人员 对这里的种种行径深无痛觉 一直期待有人能够发现这件事 临走前他拜托加温 一定要将其曝光 而善雅缓缓走进梦想社区的研究所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曾经在他演讲会上 对他投去期望眼神的小女孩 此刻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病毒被迟入他体内蔓延生长 一个生命就这样 无声无息地凋零而去 善雅握住他的手崩溃大哭 自己居然害死了那么多想要保护的人 身处监狱中的要害 每日都是险象还生 不仅仅是以头目为主的囚犯们想杀死他 就连监狱长都时刻要置他于死地 终于一天囚犯偷袭要汉 监狱长就这么眼睁睁地放任要汉被杀死 随后要汉的复告登上了各大新闻 加温和珍珠还有善雅都无比震惊和悲伤 与此相对的是总统和两位财阀的欢呼庆祝 他们提议要利用要汉的死做一个局 地监就在公开法庭上 最重要的是邀请善雅前来 借此机会除掉他 让他在要汉曾经的法庭上走向自己的结局 财阀们奉承的 从此之后就是永远的总统时代 善雅接到财阀的电话邀约后 让属下给自己准备了一把能放进包里的手枪 他深知这场鸿门宴凶险难测 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一日民法官在法院外简短地发表了就职仪式 随后走进了法院 珍珠追上他 告知善雅约他在办公室见面 民法官连忙感觉 实际上这是家温拜托珍珠帮他转达的话 得知民法官上钩后 家温让珍珠先行离开法院大楼 民法官一走进办公室 就被家温背后突袭 还把民法官捆绑禁锢 仪器合成 随后脱掉外套 家温身上竟然绑着定时炸弹 姨父要与民法官同归于尽的诊识 家温告诉他 如果社会上没有愿意播报良心新闻的媒体 那自己就去制造一起刺激性的事件 炸弹爆炸后 自己的邮箱将会给各大新闻社发去邮件 里面是梦想社区里的真相 随后他闭上眼 等待倒计时结束那一刻 就在倒数将要结束时 一个身影突然出现 他果断地拆掉家温身上的炸弹 家温抬头一看 来人整是要汉 惊恶与欣喜交加之下 家温一边哭 一边拥抱要汉 看着要汉从容不迫地对他露出笑容 家温知道 这个人依旧还是那个无往不利的恶魔 什么困境都无法打倒他 原来要汉所在监狱的监狱长 正是在车部长暗中 被要汉胁迫出庭指证的那个人 眼看要汉沦沦为阶下囚 受自己的管辖 监狱长一开始的姿态显得生气凌人 但要汉丝毫不慌 轻描淡写地提起了 他藏在巴哈马的巨额贪污款 监狱长本救世 要汉留在紧急关头的保险 早在车部长暗示 要汉就布下了这枚棋子 竟然要汉把握着自己的命脉 监狱长立刻便领对要汉下跪 对此要汉提出 让他做出最拿手的事 交换犯人 恰逢此时一名囚犯 刺杀要汉未遂 被要汉反杀 眼看条件已经被切 要汉便让监狱长顺势发出自己死亡的消息 随后悄悄离开监狱 这时律师也走进办公室 原来他早已知道要汉的计划 但由于对加温无法完全信任 只好一直瞒着他 此时三人站在弥法官面前 商量着要如何处置他 这时加温提出请求 让自己亲手解决民法官 审判法庭上 总统和财阀们正在举行着庆祝狂欢 只有善雅一个人冷眼在旁静坐 这时法庭的显示屏突然被打开 不一会儿要汉的身影出现在屏幕上 财阀以为这是总统特意准备的余性节目 还充满互动的对要汉打招呼 只有总统一脸警惕地阻止了财阀 因为他并没有准备这样的节目 善雅见到要汉死里逃生 心中倍感欣慰 这时要汉告诉在场的所有人 即使国家封锁了所有新闻媒体 但是公开法庭的转件直播 依旧可以照常运作 而此刻他们就身处软件的直播当中 要汉的审判马上开始 公开法庭发出了推送通知 民众们纷纷打开观看 电视台导演也成为了 这场乱世中第一个有余曝光的良心媒体人 顿时大街小巷的屏幕上 都转播着公开审判的画面 要汉逐一介绍了此时法庭上的每一个人 这个国家正被眼前这些人所控制 随即播放出 加温在梦想社区的研究所里 拍摄到的画面 向民众揭露出 总统将难民用于人体实验 走私器官的黑色国际产业链 文言总统还想对着镜头诡辩 但接下来的视频 便是他对财阀们侃侃而谈 自己利用人命敛财的宏图大业 看到这番画面 总统顿时无话可说 接着死去的属下和秀贤的照片 出现在屏幕上 要汉揭示出了 善雅和民法官为了一己撕裂 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 介绍完了法庭上每个人的罪恶 要汉发起了投票审判 他已经在法庭内部安装了炸弹 当民众支持处刑高达1000万人次的时候 整个示范法庭将会爆炸 这束烟花可以作为人民胜利的标志 要汉话音刚落 同意处刑的人数就开始迅速飙升 飞速跳跃的数字 让困在法庭上的总统和财阀们十分紧张 这时要汉也准备离开直播间 他要亲自来到战场 他穿上法官服走进法庭 手上拿着炸弹的开关 他对着镜头宣布 在处刑过后 在场所有罪人将会和自己一起追入地狱 家文听到这句话顿感不妙 他意识到要汉有意和他们同归于尽 立刻起身赶往法庭 见到要汉现神 这时其中一个财阀愤恨地质问他 自己与他做交易 理应放他一条生路 原来要汉逃出监狱后 利用财阀挪用财团资金作为把柄 迫使他于今日把所有人召集在此 听到财阀的话 要汉表示自己会信守承诺 他打开了通向外部的唯一出口 告诉他们 现在只有一个生还机会 众人先到先得 刚说完 所有人都快速地向纳扇窄门跑去 将阻拦自己的人全都撕扯踩塌在脚下 这一刻无论是夫妻还是伙伴 全都崩塌震碎 这个画面像极了当年盛唐火灾发生的那一刻 每个人的眼里只有自己 为了逃生 被牺牲掉其他所有的人 众人推散之中 总统站了出来 企图再次和要汉谈判 让他可以杀了所有人 留下自己的性命 但话还未说完 就听一声枪响 善哑举枪打死了总统 随后将枪口指向要汉 所有人都在期待善哑能一枪打死他 但要汉却温柔地祈求他 让两人一起共赴地狱 善哑犹豫了片刻后 对要汉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取枪自尽 临终前大脑残存的思绪 又回到了自己曾经在要汉家当女仆的时候 他曾经使手摔破碗蝶 这时要汉走过来 伸手告诉他 没有关系 在善哑幼时卑微而凄惨的人生里 是要汉给了他唯一的爱 他一直都爱着当初那个温柔的少爷 善哑死后 家温一闯进法庭 他劝说要汉活下去 继续照顾侄女 但要汉拒绝 无奈之下 家温提出自己要追随要汉而去 要汉阻止了他 他知道炸弹一旦爆炸 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 自己要作为恶魔 结束这场罪恶 而家温要作为英雄 开启新的公益社会 他不能死 刚说完 他就将家温大力推出门外 随之而来的防暴警察 强行将家温拖拽而下 要汉再次回到法庭中 按下了炸弹开关 瞬间整个审判部地动山摇 炸弹镇下了碎时 瞬间填满了整个法庭 家温呆呆地坐在法院大门外 默默流下眼泪 当晚他回到要汉家中 却发现侄女消失不见 寻找之时 他意外看见要汉房间里放着一份 要汉策划如何逃出审判法庭的计划书 家温这才知道 原来要汉再次金蝉脱鞘 这时女仆送了进来 他告诉家温 要汉再从法庭逃脱后就直奔家中 他放了女仆自由 并为他买下一间食品工厂 能够安享晚年 要汉自己带着侄女 去往瑞士的一个疗养医院 用自己余下的人生陪伴侄女 直到她能康复 珍珠也在这次风波后辞职回到家乡 想利用自己的亲和力 引导更多人相信正义 总统倒台后 在野党接任了国家政权 他们联合家温 准备对国家的司法机构进行大清洗 首先便将要汉作为反面教材 剔除出司法队伍 这句话让家温心中十分难受 随后 新上任政权 也想要将家温打造成 新一代的法律偶像 让他继任审判部的部长 继续笼络民心 家温不禁感到一阵悲凉 权力顶峰 人性皆是如此 就算死了一个总统 也无法彻底改变国家现状 家温再次陷入迷茫 正在这时 一个身影来到家温身后 鼓励他好好干 不然自己还会回归 家温瞬间清醒过来 追着人影来到了法院大厅 终于见到要汉 两人相顾无言 却从彼此含泪的眼眶中 读懂了托付和期待 要汉再次转身 消失在茫茫人海 本期结束 感谢恶魔法官 为我们带来那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 依依不舍送走男神 好了 请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看剧 一整天保持好心情哦 拜拜呀